歡迎來到第104集的 吳董談大選 大選看吳董 2020台灣選個好總統 我是RJ 我們今天還是歡迎我們的主角人 吳子嘉董事長 大家好各位網友大家晚安 董事長 民進黨的不分區立委的提名委員會 從來沒有黨主席兼任過 從來沒有 2012的時候好像是張俊雄 前院長 2016的時候是葉菊蘭 他們都是大佬嘛 他從來沒有黨主席來當過這個委員會的召集人 結果這次2020這次 卓東太自己當召集人了 他自己當著召集人起來了 他到底怎麼回事 這兩天的爭議又非常的大喔 那這個到底是怎麼回事 要請這個民進黨這個還黨籍 在留校查看的董事長給我一個 清楚的分析 內幕爆料 內幕爆料 分析喔 這裡面喔 疊癮闖闖 故事多多 是 但是在講這個故事之前 我先講一個 過去我聽過一個類似笑話的一個小故事 是 就是說有一個小混混 你知道嗎 他就是 平常就是在外面就是 這個 偷東西啊 小偷啊 搶東西啊 這個小混混 然後在忠孝東的路上逛 他看一家珠寶店 你知道嗎 那珠寶店門口 那個 那個轉角 就站了兩個警察 是 你知道嗎 結果這個小混混呢 就是大白天 中午時間 他就呢 去外面拿一個磚頭 就往那個珠寶店走進去 就把那個玻璃給他敲破 去裡面去搶裡面的珠寶 當然沒有五秒鐘 警察就把他逮了 路人就把他逮了 上了手銬 路人就問他說 欸 他說你這個 怎麼會大白天啊 嗯 啊 外面站兩個警察 路上那麼多人 都跑去搶珠寶店呢 你知道那個 小混混怎麼講 你知道嗎 我沒有看到警察 他說我沒看到警察 我告訴你 小混混是誰好不好 是 這個卓榮泰 我 他沒看到警察 嗯 一頭的貪面 你知道嗎 是 他貪到自己喔 IQ變成57 他不知道 硬幹了吧 對 這個硬幹 我告訴你們 很簡單 卓榮泰就是那個 沒有看到警察的 貪戀充老 嗯 貪蟲充老的卓榮泰 哇 這個台灣媽媽碰到這種怪事情 嗯 第一個 大笨蛋 是 韓國瑜昨天要出征 對 今天碰到一個卓榮泰馬上跟進 跟韓國瑜差不多笨的人就出現了 是 這是奇怪的事情 我認識他幾十年啊 嗯 但我先把這個制度簡單介紹一下 是 董事 董事長等一下 我們先喔 呼籲一下各位觀眾喔 董事長要大爆料了 趕快去拉觀眾來聽喔 董事長要大爆料了 這個喔 明天一定是頭條啦 這是 我今天講的一定是頭條 這沒有什麼好講啦 趕快 勞定就勞咖 董事長爆料了 你只要到我的這個直播看 不重要 明天媒體一定報導 我講白了就這麼回事 嗯 是 民進黨的提名 的部分區提名 是 是黨主席提名 嗯 但是這個黨主席 基本上呢 是鷹派 當時因為去年選輸了 嗯 臨時找不到人 是 就找一個卓榮泰 是 為什麼卓榮泰表面上看起來很聽話的一個人 對 那鷹派就支持他 嗯 但是新潮流其實是有意見的啊 嗯 所以他還找了一個叫做羅文家當這個秘書長 對 也不是新潮流的 對 故意找了兩個非新潮流的人 來當總 來當民進黨的 黨主席跟秘書長 對 結果 皮肉層出不窮 把民進黨的初選搞得難看得要命 嗯 把賴清德跟這個蔡英文的形象毀到了谷底 對 你們大家全部都看到 就卓榮泰一個人搞的飛機 是 好了這個沒有關係 這個還算老實人 嗯 結果這一次幹一個大事情了 嗯 幹什麼大事情呢 因為民進黨的不分區 預估這一次啦 嗯 我認為啦 柯P大概是變成一個少數黨 嗯 能不能過五趴我不知道 但是民進黨我保守估計 應該有十四個席次 有十四席的 不分區立法委員可以分配 那不就跟現在差不多 跟現在差不多 民進黨的情況現在很好 你搞清楚喔 嗯 那我明天晚上會公布 美麗島的這個月的這個 半月 月中的全國大選民調 是 那我目前告訴初步 告訴大家 蔡英文遙遙領先 又贏韓國瑜二十八 明天要看數字 但是絕對數 所以已經 韓國瑜已經是無可要救了 是 在民進黨的聲勢大好之際 嗯 居然有一個小混混著龍泰 要幹偷雞摸狗的事情 嗯 什麼偷雞摸狗 我告訴你們 因為民進黨 按照規矩 它會成立一個叫做 不分區立法委員提名委員會 對 那這個提名委員會裡面有一個特色 叫什麼特色呢 叫德高望重 嗯 我現在把這一次的不分區的那個名單 提名委員會名單給你們看一下 就知道怎麼混法 好 第一頁你先可以看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 他提名呢 陳菊 蘇貞昌 林錫耀 鄭麗君 林佑昌 陳柏智 陳柏智 陳柏智可能沒有 陳柏智可是對的嗎 我比較保留 這個是那個自由時報的書 自由時報寫 那我現在跟各位解釋一下好不好 陳菊 蘇貞昌 林錫耀 鄭麗君這四個 全部是新潮流 鄭麗君也是新潮流 鄭麗君新潮流 我要告訴你 傾向新潮流 他的理由是什麼 說是陳菊是代表的總統府 對 對不對 那我請問你啊 那可不可以找陳建仁代表總統府 陳建仁更好德高望重嘛 也可以啊 陳建仁是不是民進黨 陳建仁當然是民進黨 陳建仁當然是民進黨 當然是民進黨 副總統怎麼可能不是民進黨 你開玩笑 陳建仁代表總統府很好啊 蘇貞昌代表行政院 很好對不對 對 那為什麼不能找陳其邁呢 陳其邁也可以代表行政院啊 然後呢 你在派你 你一個院長跟他的部長 鄭麗君啊 對 當他的部長 兩個一起做在一起 來評審 這個部分區民意 部分區民單 對 那請問你 陳其邁敢違背蘇貞昌嗎 當然不敢違背嘛 那你一期要代表競選團隊代表進辦嘛 對 進辦 為什麼不能找洪耀福咧 但是 你看看 林佑昌是昨天晚上臨時找的 蛤 另外兩位我都不太了解 兩位都德高望重啦 是 所以也就是說 這個完全就是新蘇聯加上卓榮太 然後更妙的是卓榮太 當召集人 這個在民進黨沒有這個先例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五個 叫做新蘇聯加卓榮太的聯軍 嗯 要幹什麼 要把2020部分區的立委 通通辭掉 嗯 那今天民進黨 就開了中職會 嗯 那中職會的規定是什麼呢 是 要把這個名單 送給中職會審查通過 嗯 但是規定要什麼 要二分之一通過 對 所以呢 結果呢 這個非新系的 鷹派啦 講很簡單的 就蔡英文的系統啊 對 一聽到這個消息名單之後啊 嚇一大跳 結果呢 所有的人啊 中職委去報到 包括我們嘉義的中職委 陳茂雄啊 陳茂雄 他已經到那邊 你看不敢簽到 黃那個黃成國 也是英系的 到了不敢簽到 結果搞到現在 今天的中職會 我們有30席中職委 對 要有 超過15席以上才能開會 因為加上 主席16席就可以開會了 對 他居然 不到15席 劉慧 為什麼 杯葛 這不敢簽到的原因嗎 還是杯葛 不敢簽到的原因就是說 你這個 提名委員會的名單 嗯 是你自己偷雞摸狗 惡幹出來的嘛 那 惡幹出來的 大家一看這個事情 就不敢進去了 好 幹什麼呢 他準備搞一場 這個臨近革命嘛 嗯 趁虛而入 你知道嗎 看到蔡英文現在身世好嘛 對 你沒時間給我 勾這個動嘛 然後我就自己把它吃掉了嘛 嗯 他把想把部分居立委 通通吃掉 他這個你看沒有 卓榮泰 陳菊 蘇貞昌 欸 我剛剛講了嘛 嗯 蘇貞昌跟鄭力軍擺在一起 一起開會 這 這不對稱嘛 嗯 鄭力軍怎麼敢放屁呢 嗯 對不對 五個新蘇聯的 嗯 三個是外面人怎麼開會 所以這個部分居立法委員會 全部被新潮流為主 然後加卓榮泰全部吃掉 然後卓榮泰居然能夠當 召集人 對 這個是太離譜的事情嘛 因為所有民進黨 然後民進黨的這個傳統 裡面 就是要找像 陳伯志 對 這種德高望重的 陳傳越 這種德高望重的 對 來擔任這個 評審 大家可以選出 社會可受公平的人士嘛 嗯 你搞了半天你不是跟民眾黨一樣嗎 對不對 亂搞一通嘛 而且這個更惡劣 這個叫吃相難看 嗯 他想要趁虛而入 通通吃掉 那蘇貞昌也跟著搭配嘛 對 所以今天搞了半天 就變成二分之一留會 我告訴你一個 為什麼說他是 這個 路邊小混混 沒有看到警察 因為按照規定 要二分之一通過 對 我可以告訴你 陰系加起來超過二分之一 也就是說 陰系如果不同意你的話 陰派啊 對 蔡英文派系 如果不同意你的話 你這個會是開不成的嘛 那你這樣應該有什麼用 是 你偷雞偷不著嘛 嗯 然後還十把米 然後今天 的上報 來 你等一下看一下上報 來他內幕他寫說 民進黨不分區提名委員會難產 非新書 括號 非新書 拒負中職會背書 好 我現在補充 非新書就是鷹派 然後他們裡面呢 還賴皮 說總統已經答應了 總統馬上打臉 總統說沒有 從來沒有答應這個事情 嗯 郭榮太喔 一個人就這樣硬幹喔 是 然後為 卓榮太哪那麼大 哪天 他跟老天爺借膽啊 他哪那麼大的狗膽敢敢幹這個事情啊 嗯 就是蘇貞昌陳菊 新草流支持他嘛 喔 他就造反了嘛 新草流全吃啊 是 他看到你蔡英文贏了嘛 對 你知道嗎 他沒有去想要顧這個贏的成果 他先來分贓你知道吧 而且分贓不是用的 他要搶的 嗯 就是鬼蛙龐嘛 整晚端走 而且是誰端走的 是你卓榮太趁虛的路 像小偷一樣把他偷掉啦 嗯 天下這種事情 第一個 提名委員會要百分之五十的 中執委通過 對 後面講一個更難過的事情 讓卓榮太不可能得逞嘛 我告訴你 不分區立法委員的名單啊 要中執會三分之二通過 喔 二十期以上 不可能嘛 鷹派加起來超過五五 超過一半嘛 對 再差再不計事 大家都找到老闆啦 都看病啦 喔 你也不可能通過三分之二啊 對 他不可能通過二分之一 也不可能通過三分之二 他就懷差你走啦 嗯 這個國語怎麼講 硬幹 硬幹嘛 對 就是用強暴的方式 去跟這個提名委員會 第一招 提名委員會通過以後 他就提他自己的名單 對 聽說他要找范雲啊 對 有的沒有的進來 天啊 一個人硬幹 對 那這個人硬幹的目的是什麼咧 我講個公佈一個大爆料 我告訴你 是 我非常 確定的消息人家跟我講 卓榮泰要學 吳敦義 什麼 把他自己列成部分區 這就是今天的大爆料 卓榮泰要跟吳敦義學習 要把他自己列在部分區安全名單 為什麼 他要當立法院院長 對 他今天頭腦清楚了 卓榮泰想當立法院院長 我今天在這邊講 卓榮泰 這個叫做魚且炸 魚笨的魚 而且且炸炮的炸 魚且炸的小混混卓榮泰 你知道嗎 他沒有看到警察 他沒有管到三分之二 要重度表決 他沒有管到二分之一的表決 他就一個人偷偷摸摸的 就勾結了陳菊 跟蘇貞昌兩個人就幹了 幹了 結果今天劉慧 滿臉豆花 滿臉豆花完更壞 他就操縱他的媒體 他找了瘋傳媒的記者 就開始寫文章攻擊誰 攻擊蘇家全 他不去談這個程序的不正義 因為民進黨的傳統叫什麼 叫做派系共治 蔡英文在國慶大會講什麼東西 團結嘛 對 你蔡英文今天你在呼籲 全民團結的同時 你民進黨在你的後面 本身在這邊幹什麼 在那邊黨內鬥爭啊 你蔡英文唱高調團結 卓榮泰在扯你後腿 在那邊搞黨內鬥爭 你一個黨都管不好 你要管中華民國 要跟你團結個屁啊 蔡英文要回頭過去先把卓榮泰開除黨籍啊 不要光開除我黨籍吧 什麼玩意兒 什麼爛黨 我現在講了 什麼爛主席嘛 總統在我認識他幾十年了 他的私心就是很簡單 因為很簡單 這一次你看見沒有 不分區名單裡面 蘇家全不幹了嘛 對 對不對 對不對 剩柯建民嘛 對 柯建民形象當立法院長 其實資格是夠的啦 是 但形象有爭議嘛 對 柯建民為了要對國家做事啊 是 他要付出很多代價 對 也不是他喜歡爭議嘛 游錫坤老朽不堪嘛 對 對不對 如果卓榮泰看他起來 長得漂漂亮亮的 歌又唱得很好聽 看起來濕濕聞聞的 穿個空軍的飛行員制服 假的飛行員制服 假的 對不對 然後當立法院長剛剛好嘛 所以他就是這個 我剛剛講的嘛 一個貪念的這個 充腦 進水了 然後呢 結果兩個壞蛋 就跟他勾結 一個是陳菊嘛 一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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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貞昌 那我就講蘇貞昌 蘇貞昌更壞 我告訴你 我在想下面一段蘇貞昌 我給你看個蘇貞昌的故事 來 Ricky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10月11號的這個 在桃園發生的新聞 那這個是什麼呢 這是捷運綠線 就是一個標 GC02這個標的開宮祈福典禮 蘇貞昌去了 這個所在地是在桃園 各位注意一下 這是10月11號就放假的時候的新聞 那這個呢 蘇貞昌在典禮致詞的時候呢 大誇桃園市長鄭文燦 他說喔 哇他情報基層啦 跟地方人事的關係 很熱絡啦 結果蘇貞昌在台上 大膽預言 今天是動工典禮 完工之後呢 鄭文燦極可能以總統的身份主持典禮 我當時看這個新聞 我沒有特別重視 我認為就是蘇貞昌這個人混蛋而已 不是大體 你知道嗎 你今天在吃蔡英文的飯 馬上就心生反骨 就去貼下一個廚君 叫鄭文燦 我認為是這樣子 這個無所謂 拍馬屁反正蘇貞昌臉皮很厚 我沒有去介意這個事 結果今天情報陸續進來 我告訴你不得了的大事情啦 宮廷政變 怎麼宮廷政變 我告訴你們一個消息 我告訴你 確定的 蔡賴沛已經成型了 蔡英文跟賴清德已經成型了 蔡賴沛確定 已經確定成型了 如果 因為我爆料而破局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我現在跟各位宣布 蔡賴沛已經成型了 你知道為什麼蔡賴沛成型嗎 因為新潮流要把賴清德推去當副總統嘛 要把這個鄭文燦的大石頭搬走 他今天賴清德跑去當副總統之後 他就不可能選2024了嘛 台灣沒有一個副總統出來選總統成功的嘛 唯一的一個叫做吳敦毅啊 搞到全國民黨垮掉了嘛 你知道沒有 所以他們新潮流多厲害 把蔡賴沛先給他配成功 蔡賴沛配成功以後 賴清德出局了嘛 那下一個輪替是誰 就是鄭文燦嘛 那鄭文燦幹什麼 他掌握部分區掌握了 就跟你奪權開始幹喔 鄭文燦在幕後嘛 蘇貞昌前面殺嘛 蘇貞昌想幹嘛你知道嗎 蘇貞昌想幹行政院長 幹到什麼時候跟大家宣布好不好 幹到桃園市長過任期過半 懂了沒有 然後換鄭文燦來 換鄭文燦當行政院長 然後接著選總統 整局鋪好了 那這種局 卓榮泰 要不要靠攏 卓榮泰 要不要自動貼上去 卓榮泰的派系叫做謝系 對 謝系跟新潮流是生死冤家 恩怨數十年啊 是 從來不可能合作的 但卓榮泰是謝系大弟子 對 他為了這個利益 他連擺下謝系長期跟新潮流的恩怨 我剛剛講的 這個是連環季 你們看那個電影有個Ocean 12 有Ocean 12有沒有 對 叫做什麼 審計妙算什麼玩意 我搞不清楚 這個就是連環套 他們就是欺負蔡英文 知道蔡英文要贏了 開始黨內奪權 先搶不分區 搶到主導權 再來逼宮 因為蔡英文這個人窩囊嘛 蔡英文沒有班底嘛 無能 蔡英文無能 蔡英文退縮嘛 所以蘇英文老子繼續幹 幫誰幹 幫鄭文燦幹 幹到桃園市政府任期過半 過半中央指派嘛 對 指派桃園市長 然後蔡文燦接行政院長 就剛剛好 這個計畫如果得逞的話 蔡文燦行政院長幹個一年選總統 這整套計畫鋪排好了 那中間有個障礙人物叫誰你知道吧 蔡英德 不是 蘇家全 對今天他們猛攻蘇家全嘛 說蘇家全 蘇家全跟這個事情一點關係都沒有 對 蘇家全只是個立法院長嘛 對 然後這個蘇家全的職子叫蘇政卿 蘇政卿本來在地方上跟中家兵兩個初選的話 蘇家 那個蘇政卿是高分的嘛 對 可以提名的嘛 結果被勸退下來了嘛 被勸退下來之後 然後到就是當時 當時喔 是 蔡英文跟這個 卓榮泰跟蘇家全 是卓榮泰親口 卓榮泰本人去答應蘇政卿 蘇政卿回去看 阿中 你這回報告我保證給你 是卓榮泰親口答應的喔 今天卓榮泰放狗出來咬人 叫瘋傳媒的記者出來咬蘇家全 好我們看一下瘋傳媒的報告 這個不要看了 因為時間到了 大家去看瘋傳媒啦 所以這個連環季裡面 就是一直到最後2024的總統 要培養鄭文燦 這一批陰謀家幹了那麼大的事情 然後這個裡面一個看起來貌似君子 行為結果非常不堪的小人 就是卓榮泰嘛 他卓榮泰就幹這個事情 他幹行政院 他幹立法院長 然後咧 他答應了蔡英文 要給蘇政卿 結果今天晚上 有這個消息一爆發出來之後 他馬上假院報復 叫他的記者寫文章 攻擊立法院長 這個蘇家全 蘇家全 蘇家全跟這個事情一點關係 蘇家全他也不是中常委 他也不是中常委 他也不是中評委 他不能來開會 對不對 他就說 因為你不給你這個職子幹不分區 所以你故意策動人家來讓我留會 就鬼扯淡一通 找了一個顏政凱寫篇文章 寫兩篇文章 網路報 這封傳媒寫出來的 是他們的御用徹意 所以民進黨內部鬥爭 已經開始血淋淋的 赤裸裸的擺上檯面 這個叫做蔡英文 後蔡英文時代的鬥爭 居然在總統沒有登記參選前 就開始開打了 新潮流 新蘇聯 要吃掉整個民進黨 要端掉整個民進黨的資源 這個人端掉的話 後面的政府什麼政府 各位不要忘記 我在提醒大家 如果這樣子幹的情況之下 平常心想蔡英文會當選嗎 還未定之天 這一群人 全部是非常不堪的小人 我的媽呀 一群非常不堪的小人 做非常不堪的 很難想像這個出現在 中華民國的執政黨 我讓董事長休息一下 喝口水 等一下我們馬上回來 五董給你們 五董在你們 今天今天你們 三個月 三個月 市 這個月 楊